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理解人性》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 我会用大约27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人类固有的自卑感、权利欲和社会情感 如何影响我们的性格、爱情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未来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在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总会找来各种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 考不上名校是因为自己没有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找不到工作,怪社会的冷漠 明明是自己没本事,却抱怨父母没有教育好自己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使自己的不当行为合法化 把责任转移给他人 我们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逃避 更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被别人误解 尤其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拥有良好生育获得成功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呢 而这些困惑都会在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著作《理解人性》中获得解决 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著作《理解人性》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看法 来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权力欲和社会情感的完善程度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我们性格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者阿德勒认为 童年会对我们成年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对人性开展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发现性格缺陷 从而改变个人的行为模式 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本书作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心理领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他凭一己之力开创了个体心理学这一新的流派 并与另外两位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和荣格 被人们并称为身孕心理学的三大奠基人 他一生精力充沛 勤于著述发表论文 出版著作三百余种 除了这本作为科普读物的《理解人性》以外 还有广为人知的《自卑与超越》 以及他多年实践经验的汇总 个体心理学的时间与理论等 除此之外 他还十分地具有人文主义情怀 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自己对人性美好一面的相信与期待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激励人们前行的动力竟然是我们嘲笑鄙气的自卑感 第二个重点是 伴侣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只是表象 对男权主义的一致认同才是问题的根源 第三个重点是阿德勒极力推崇和欣赏的社会情感 我们该采取何种方法去培养它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个重点 激励人们前行的动力竟然是我们嘲笑鄙气的自卑感 本书作者阿德勒认为啊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而自卑感产生的原因呢 恰恰源自于我们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刺激和心理创伤 在我们童年时期呢 自己的大多数行为都要看父母的脸色形式 大多数儿童都在成年人的呵护下长大 因此呢 在儿童们的潜意识中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弱小的 不能独立生活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呢 会遭受家人带来的伤害 有些孩子呀 被家人视为玩具 丝毫不顾及孩子的感受 而被呼来唤去 有些孩子呢 因为一些冒险的行为 而被父母施加严厉的惩罚 还有些孩子呀 由于天生的生理缺陷 而受到亲朋好友的嘲笑 这些在童年时期形成的阴影 成为了我们内心深处自卑感的最主要的来源 那么自卑感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是一件坏事呢 阿德勒呀 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认为 自卑感决定着个人生存的目标 我们自出生后就渴望受到他人的关注 个人在自卑感中不断的追求认同 实现超越 一个人有自卑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自卑我们才有充足的动力去完成某项事业 正是因为自卑我们才在取得成就之时不沾沾自喜 而是向更厉害的人学习 激励自己呢 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自卑感面前 人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而是会发展出一种心理补偿机制 同时的讲呢 就是人们会主动的去做点什么 弥补自卑感带来的痛苦与不快 消除自卑感的正确方法呀 有两种 一种呢 是通过凸显自己的另一领域的特长来获得成就 咱们举个例子 在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里呀 当一个孩子因为自己长相不够可爱 而得不到父母关爱的时候呢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其他领域引起父母的足够重视 在中国的大环境下 没有什么能比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更能够让父母开心的了 这个孩子因长相普通 得不到父母关注而自卑 但如果他能够在学业上表现的比其他孩子优秀 也同样可以迎娶父母的更多关心 这样呢 他身上的自卑感就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消除 从而获得自信 健康 快乐的成长 消除自卑感的另一种方法 则是直面自己的短处 通过努力奋斗进行弥补 当我们看到别人能在演讲台上侃侃而谈 英语说的出口成章 或者富有智慧的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的时候啊 一种在比较中落败下来的自卑情绪 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直面自己的弱点 迎难直上 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 缩减同别人之间的差距 从而减轻乃至消除自卑感 刚才介绍的呢 是人们对待自卑感正确的方法 但更多的情况下呀 人们面对自卑感的时候 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 由此呢 会产生出一些不良心理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心理疾病 回到上面那个因为长相普通 而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儿童的例子 如果他的父母 即便在他成绩优秀的情况下 仍旧对他表示冷漠和忽视的话 那么这个儿童的心理健康呢 就会受到损害 这个时候他会对自卑进行过度补偿 不再仅仅满足于恢复心理平衡 而是希望自己站在权力的巅峰 这个儿童将不再满足于生活中 普通的人际关系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啊 他会不择手段的确保自己的地位 行为上呢 也会更加的急躁冲动和富于暴力 不顾及他人 他极有可能通过贬低 或者是伤害其他兄弟姐妹 而博得父母的关注 甚至呢 在学校里啊 成为问题少年 以此占取父母的全部注意力 这个时候 他为了消除自卑感所做的努力呢 就呈现出了一种病态的表现 他会对周围的环境充满敌意 内心受到的创伤呢 很难得到消除 历史上就有过这样活生生的案例 发起二战的德国纳粹首领 希特勒 从小的梦想啊 是做个艺术家 然而他的父亲呢 却希望他成为一个公务员 为此啊 希特勒和父亲闹翻了 学业上开始自暴自弃 出学以后啊 在维也纳同一帮犹太人流浪 在流浪的过程中 他受尽了白眼和冷漠 因得不到别人的关注 而产生的自卑感 激励着他朝着权力的顶峰迈进 年轻时期形成的心理创伤 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补偿 导致他通过战争这一极端的方式 迫使世界上所有人不得不关注他 通过享受征服带来的快感 从而弥补自卑感所带来的压抑和痛苦 说到这里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刚才这几分钟啊 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激励人们前行的动力 竟然是我们嘲笑 鄙气的自卑感 自卑感产生于我们童年时期形成的阴影 一个人有自卑感 并不可耻 恰恰相反 自卑感呢 会激励我们做出一番成就 在自卑感面前 人们会主动去做点什么 弥补自卑感带来的痛苦与不快 这个时候啊 往往会产生区别 有的人采用正确的方法 使得自卑感得到及时消除 继续健康的成长和发展 而另一些人呢 由于内心的自卑感 长时间得不到清除 内心会渐渐的扭曲 自暴自弃 严重的甚至会发展出反人类性格 发动二战的希特勒呀 就是很好的例子 说完这个呢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伴侣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只是表象 对男权主义的一致认同 才是问题的根源 在家庭关系中呢 伴侣之间关系的质量 可以说呀 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水平 理想的状况呢 是伴侣之间互尊互爱 懂得彼此忍让 即使有了矛盾分歧 也能够妥善处理 然而现实的情形呀 往往是与我们的另一半之间 总是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和误解 遇到问题呢 总是喜欢争吵 想赢得在这段关系中 绝对的主导权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 争吵毫无意义 可就是必须要让对方 先低头认错 才肯罢休呢 为什么我们同伴侣之间 总是不断的发生冲突呢 本书作者阿德勒呀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伴侣彼此之所以会产生冲突呀 多数是由于男性的偏见 和女性对男性特权的追逐 在当今世界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是男性占据着统治地位 男性掌握着社会上更多的话语权 每一个人的价值呢 都是依据男性社会的标准 被衡量和评价 我们对男子气概的崇拜 从我们小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了 在童年时代的家庭里 多数情况下呀 父亲承担最重的责任 扮演着象征着力量与权威的角色 我们会按照父亲所说的形式 父亲就是一个标准与榜样 这种对男子气概根深蒂固的崇拜呀 带来了两个糟糕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呢 是多数男性对女性产生偏见 认为女性是软弱敏感无能和易怒的象征 如今呢 在一些企业存在着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对女性的偏见思维在作怪 事实上呢 在许多行业和领域 女性的工作能力是丝毫不亚于男性的 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服务业 女性以其细腻耐心的独特优势 被企业所青睐 第二个后果呢 是女性对自身角色的厌恶和对男子气概的认同 成为男性具有显著优势这一点啊 对女性的心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不少女性因此会对自己身为女性而感到不满 对自身角色的不认同呢 导致女性同样渴望得到男性特权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明白了伴侣之间起冲突的原因 往往在于男性渴望强调自己的特权 要求对方一切顺着自己的意思来 由此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获得优越感 而女性的内心深处呢 也同样追求着男子气概所带来的特权地位 反抗男性往往是获得这种地位最有效的方式 于是啊 二者之间相互争吵 拒不退让 矛盾呢 就因此产生了 关于女性天生烈士的偏见 以及由此催生的男性优越感呀 持续的影响着伴侣之间的和谐 二者对拥有男性特权的渴望 意味着不断的争吵与竞争 这极易导致伴侣之间的不信任 阻碍了坦诚相见 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恶果 要想构建一种和谐愉悦的伴侣关系呢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三种方法 主动发现女性的优势 互相鼓励和赞赏 以及开展服务对方的行动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方法 主动发现女性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认识到 伴侣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呢 在于男性对女性的偏见 这种偏见呢 导致女性不够自信 从而激发起女性同男性 争夺特权的渴望 因此呀 解决冲突的第一个办法呀 就是伴侣之间主动去寻找 女性的优势 用强有力的事实 消除男性的偏见和女性的自卑感 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以让彼此都认可一种 平等的相处关系 减弱男性的控制欲 同时呢 帮助女性认可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方法 互相鼓励和赞赏 喜欢听到别人的称赞呢 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在伴侣关系中 通过赞扬的字句 表达爱意 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对于女性来说呀 经常的夸她穿着漂亮 举止优雅 会让他们感到愉快 而这种愉快呢 会让对方在争吵的过程中 考虑让步 对于男性来说呀 成熟稳重 十分具有男子气概 这一类的赞美 刚好迎合了男性的心理 在虚荣心的作用下 女性提出的要求呢 对方会更乐意去满足 最后我们来说第三种方法 开展服务对方的行动 所谓服务对方的行动呢 是指做你的伴侣 想要你做的事情 你借着替他服务 而使他高兴 借着替他做事 来表示你对他的爱 这类的行动 包括主动跑腿去交水电费 或者呀 在两个人都很累的情况下 主动打扫家庭卫生等等 如果伴侣之间 能够互相满足 在小事上彼此感动 那么构建一段幸福 且持久的关系 是相当容易的 说到这儿呢 咱们再来做个小结 刚才的这几分钟呢 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伴侣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啊 只是表象 对男权主义的一致认同 才是问题的根源 我们解释了伴侣产生冲突的两点主要原因 男性的偏见和女性对男性特权的追逐 在解释过程中呢 我们批判了女性天生处于劣势地位的说话 列举出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种种独特的优势 接着呢 提出了三种改善伴侣关系的方法 主动发现女性的优势 互相鼓励和赞赏 以及开展服务对方的行动 伴侣双方要改变男强女弱这一偏见 在日常生活中呢 多一些赞美和鼓励 做一些主动奉献利他的小事 以此呀 来逐渐改善彼此的关系 让双方相处的更加开心和愉悦 以上呢就是本书的前两个重点内容 接下来呀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三个重点 阿德勒极力推崇和欣赏的社会情感 我们该采取何种方法培养它 在本文作者阿德勒看来呀 社会情感指的是一个人适应社会和同他人合作的能力 评判一个人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呢 是他的社会情感发展程度 那些具有良好社会情感的人呢 总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帮助 他们懂得如何同别人合作 如何照顾别人的情绪 从而极易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来 严重缺乏社会情感的人呢 在日常生活中会显得十分冷漠 如果不及时发现进行治疗 会演变成心理疾病 给整个人的生活呀蒙上一层阴影 因此呀 采取有效的措施主动发展我们的社会情感 就会显得十分的必要 这里呢 我们介绍三种方法 抛弃虚荣 学会合作 以及克服焦虑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方法 抑制自己的虚荣心 做一个利他的贡献者 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呢 总是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 而非整个团队的福利 他们还喜欢去破坏既定规则 在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常常不依不饶的去妨碍他人 虚荣心强的人的另一个表现是 他们总是将错误和责任归咎他人 认为自己是对的 别人总是错的 本书作者阿德勒认为呀 虚荣心不会允许个体服从社会规则 对我们社会情感的发展极为不利 两者不能共存 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主动察觉自己的种种行为 警惕自己的虚荣心 干扰我们的正常的生活 接着少抱怨 多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身边会有这样一类人 他们整天呢 怨声载道 抱怨上帝对自己不公 或者抱怨自己没有能够接受好的教育 要不是家庭条件限制 自己的前途不可限量 这类行为的本质呢 是在为回避真实生活 寻找各种借口 通过自欺欺人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好让自己重新获得掌控一切的优越感 最后是少关注对错 多关注个人目标的实现 和为他人做贡献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性格不同 对一件事情的立场 自然而然会有所不同 并无绝对的对错之说 将目光从对错上移开 转向自己近期的目标 以及个人对他人的贡献上 奉献和服务他人 可以充实一个人的精神生活 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 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宁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方法 降低自己的统治欲 做一个优秀的合作者 我们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对许多人来说 掌握更多的权力 能够让自己产生优越感 从而获得快乐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对个人强权的崇拜 会让一个人完全不考虑同伴的利益 其结果是日复一日的陷入 对失败的恐惧当中 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 为了自己能够成为皇后 而不惜掐死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 从而嫁祸给钱来看她的现任皇后 武则天上台后为了巩固权力 采用各种手段清除异己势力 他恐惧失败陷入了对权力追逐的死循环 一直处于恐惧状态的人生是不幸福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统治欲过强的人 比如说在部门聚餐上自己不动筷子 别人不能吃饭的领导 在伴侣关系中处处要求对方顺从自己的另一半 在家庭中要求孩子的选择完全服从自己的父母等等 毫无疑问 统治欲过强既不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也会引发周围人的厌恶 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主动降低自己的统治欲望 抱着合作共赢 而不是统治他人的心态去成为领导者 在平等合作的心态下 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关注他人的情感 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 赢得别人的信任 发展自己的社会情感 最后我们来说第三个方法 减轻自己的焦虑感 释放个人的正能量 焦虑是一种充满压力的状态 相信不少朋友都正在为一件或者是几件事情焦虑 我们焦虑的对象可能是即将面临的一场考试 或者是自己不确定的前途 归纳一下 焦虑感其实主要来自于这三种心理 对资源不足的焦虑 对未知的焦虑 以及对否定的焦虑 咱们举个例子 我们大多数人这大半辈子 都是在为赚钱而拼命 没钱就没得选择 只能窝在家里吃寻常饭菜 而不能够享受豪华大酒店里的自助餐 这种资源不足的现状会引发我们的焦虑心理 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无数的岗位面临着下岗通知 我们自然而然会引发对未知的焦虑 打开电视 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更多的资产 或是年纪轻轻就收入百万 或者是身边的某个人又买了几套房 增添了几辆车等等 会感到有很强的心理压力 因为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对我们的否定 意味着我们在竞争中的失败 从而引发我们对否定的焦虑心理 减轻焦虑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平静下来 更好地与别人交往 从自己狭隘的想法中抽离出来 将目光转向个人目标和主动奉献上 获得真实的价值感和实在的幸福 针对资源不足的焦虑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公益活动的方法进行缓解 我们总是感觉自己的物质生活不够富裕 然而这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俗话说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更多的人生活远不如我们 平时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多去一些贫困的地方看一看 您会从一种失衡的心态慢慢的找回平衡 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针对未知的焦虑 我们要加强自我的学习与教育 虽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一大批工人下岗失业 但是也会催生一批新的岗位和职业 焦虑是没有用的 丰富的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 才是您在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技能 可以有效的帮您缓解对未知的焦虑感 针对否定的焦虑 我们可以多参加一些群体性的户外活动 我们总会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拿着极个别的天之骄子 或者幸运儿童自身进行比较 事实上更多的人是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这种通过和他人比较带来的自我否定 往往是因为我们进行比较的人数太少 走出自家大门参加一些群体性活动 比如篮球足球或者是晨袍等等 在跟别人的交谈中 您会发现更多的人同年一样 甚至您在朋友之中还算得上是中等水平 这样的话 我们的焦虑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上面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阿德勒极力推崇和欣赏的社会情感 我们该采取何种方法培养它 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社会情感 以及严重缺乏社会情感带来的坏处 接着列举了三种培养社会情感的方法 抛弃虚荣 学会合作 以及克服焦虑 我们要抑制自己的虚荣心 做一个利益他的贡献者 降低自己的统治欲 做一个优秀的合作者 以及减轻焦虑感 释放个人正能量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认识了解他人 拥有关心他人 感受他人喜怒哀乐的能力 从而培养自己的社会情感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激励人们前行的动力 竟然是我们嘲笑鄙夷的自卑感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观念 自卑感产生于我们童年的经历 自卑感人人都有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超越自卑 在自卑心理得不到补偿的时候 不要自暴自弃 及时接受心理治疗 寻求解决方案 其次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伴侣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只是表象 对男权主义的一致认同 才是问题根源 男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 极易催生对女性的偏见 要想构建幸福美满的伴侣关系 消除偏见是第一步 恰到好处的赞美 和在小事上毫无私心的利他行为 能够润滑我们与另一半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讲到了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阿德勒极力推崇和欣赏的社会情感 我们该采取何种方法培养他 社会情感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的情商 人生在世不仅仅要面对自己 面对他人 更要面对一个群体 面对社会 虚荣心 统治愈和焦虑感 是我们需要压制和消灭的对象 成为一个贡献者 合作者 以及散发正能量的人 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首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